Amen,我们要宣告,对不对,我们给他多一点压力,因为我们讲过的就是,事情就必然成就,我们感谢上帝,我们邀请我们Anthony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有谁能够养我,那我就做全职的Pastor,如果还有没有的话,那暂时就part time先啊 好,今天看到很多新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帮我们给他们一个鼓励的掌声 同样的,也是想和大家说,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那么在今天,距离上一次分享应该是参与,我四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 然后又有那个,还有那个主导文的那个奖章,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这个台下跟大家分享 我所学习到的东西,那突然间刚才有人讲全职,我只可以瞪大眼睛看着他,since when? 这个什么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全职的这个字眼,那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一个月的生活 就忙碌归忙碌了,然后我自己个人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做了一个meditation 就尝试一下上次上个礼拜牧师所教的那个15分钟 就5分钟进入,5分钟聆听,5分钟回应 那在做那个领袖的时候呢,我就,然后还就闪过了这个字眼 就是Jesus remember me 可是很特别的是中间有一个冒号 他原本是一首歌嘛,我们唱那个太子的 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ing to your kingdom 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ing to your kingdom 那时候的太子那个使得,他就说 主啊,请你惦记着我,请你记得我,当你进入你的国度的时候,主啊,请你惦记着我 那昨天我领受到的是,耶稣在跟我说,请你记得我 这个反过来,耶稣和我说,请Anthony记得耶稣 这就是今天我们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说 耶稣啊,请你记得我,请你记得我 那我们有没有记得耶稣啊? 我们有没有时常记得耶稣啊? 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天父母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的回到主你的殿中 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充满你同在的一个地方 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祷告你来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我们心中,从头直到强 我们每一个呼吸,属你的恩典,活在当中 主要看过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听见,能够看见 主,你今天所要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 谢谢主耶稣,愿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我主耶稣,你求Amen 我问一下,所以今天没有人要翻译吗? 太好了 这样子我就可以讲得快一点 这样听说也讲得蛮快 好,今天我们会讲耶稣,请记得我 耶稣基督和我们每个人说,请你记得我 第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是,那过去的一个礼拜 谁过得很累的,可以举手吗? 哇,其他人都过得很舒畅 Amen的感谢主,谁过得很累 就是说,不管是工作啊,人与人啊,生活 还是什么的,过去一个礼拜 过去一个礼拜,然后今天星期天 你坐在这里,有一种疲惫啊 还是有点relief的那种感觉,请记得一下 好,下次我找你多一点 好,方向谢谢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和今天的这个讲道 这个主题很有关系 它在于我们每一个人 在过去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 我们是如何记得耶稣 好,所以今天的这个 刚才阿伦弟兄为我们 读了这个经节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过海 所以耶稣基督跟门徒 过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 突然间遇到了风暴 之后耶稣睡着了 那个时候耶稣在睡觉 之后那个船快要沉了 之后门徒去摇醒耶稣 诶,主啊我们快要沉了 我们船快要沉了 你还不救我们吗? 各位耶稣基督就站起来 就对着他来说 静吧,静下来吧 然后他就这边 他就说 这39节 不要作声,安静吧 然后风浪就停了 就真的停了 然后大家就很惊认 很惊认的说 这个到底是谁? 这位拉比到底是谁? 然后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 为什么你们这么大学? 难道你们有信心吗?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 我很喜欢去主日学的网站 那边找这些图案 因为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十二门徒 跟耶稣一起过那个加利利海 那你可能想到加利利海 谁会想到好像大西洋 这样子的海呢? 请举手 或者是太平洋啊 还是 曾经 我也曾经以为 那个海是真的很大的海 或者是南中国海啊 就是很大的海 我以为就是那种很景 然后就好像太平洋啊 还是那个 Meditaryan Sea 就是他 如果想要近一点 就是靠近以色列海 就是那个地中海吧 就那一带 其实 Meditaryan Sea只是这样而已 那个加利利海只是这样而已 都在我们现代的人 我们讲这个是湖啊 我们会讲这个是湖 但是以前呢 翻译的时候 他是用海 那个字 我想哇 然后上次我们有去 那个以色列吧 去过以色列人就会懂 我们在那个加利海上面 曾经敬拜过 在那个船只上面的时候 很多海鸥很平静 然后才唱那个still 我要安静 你是神 就真的很still 很 calm 所以你突然想到 那个时候十二门徒跟耶稣 蛤 风浪 然后 然后你就看到这边 因为他的水 其实是一路这样子流进湿海 所以湿海是很咸的 其中一个年龄 他说我们在这边嘛 你看那个Map 这么小 的一个加利利海 或者是加利利湖 为什么会有风浪 所以你看 跳山细节 忽然起了风浪 波浪不断的打进船里 船里寄满了水 我们要死了 你还不管我们吗 耶稣 这样我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些 少少的一些考察 当然我不是那种地理学家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 我不晓得是谁 他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说因为这个加利利海 它是四周围都是环山包围的 所以它的空气对流的时候 就会可能出现 也曾经出现非常罕见的风浪 它是很难会遇到 但是有 都曾经有 是因为它那个地理的关系 那个气流这样吹进去 因为它周围都是山 相信我们去过 我有机会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 以色列真的是可以 一定要去那样的地方 它真的看起来很像湖 那天有一个 但是它就真的发生了 那就是为什么 那时候 门徒们就叫醒耶稣基督 叫他来帮他们 我们看完这十二门徒 当下的情况 我们来想象一下 谁会认为 风浪一起 一来的时候 就马上叫醒耶稣的 举手 你看回那十二门徒 对 OK很好 谁会觉得可能 等一下睡一下前 我们先sandle了先 好像不是很顶了 可以 耶稣可以吗 或者是到 谁也老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the last option the last hope 最后一根稻草了 耶稣我们就快要死了 你还不救我们吗 你看回那十二门徒 当中有多少位是渔夫 西门 西门 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 安德烈 雅各跟约翰 四个都是渔夫 渔夫应该守水性啊 之后 渔夫也懂得怎样航海 也懂得怎样控制那个船 在风浪的时候 想想象 我猜他们应该都是 使出浑身解数了 已经是尽可能去 就是去sandle 去fix这个船 来闪过那个海浪波浪 在没有办法之下 才叫醒耶稣 然后耶稣就起来 然后把那个风浪给停下来了 然后就对着那海这样喊嘛 我就静下来 他们讲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心 今天我们有多少个人 也曾经像 或者还像 人徒一样 等到sandle 的时候 才会去找耶稣 耶稣你不救我吗 我们快要死了 耶稣你不帮我吗 我快要不行了 因为我们多少个人 曾经是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看回今天的主题 你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点 你会记得耶稣 在什么时候 你才会突然间想到 哎呀 I still have Jesus I still have Jesus 我还有耶稣 这句话 耶稣我快要不行了 你不救我吗 我生命中我喊过几次了 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遭遇 我都喊过几次 我们来慢慢看 这一句话 这是我生命里面 我遇过的 说过的一句话 是有多不行 How bad is bad?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一个 measurement 大概没有什么样 OK不用教 自己can't settle 差不多 耶稣基督你 step by 我差不多叫你的 要完就是 try了很多 ABCDE FG到Z的方法 都做完了 还是不行 才来教耶稣 所以这个多 是到底有多不行 我们每个人心里 是怎样想的 我们在生活上 遇到的挑战 例如说 工作 找不到工作 换不到工 丧失不好 还是同事之间 关系不是很好 钱财方面的挑战 生意不顺利 然后还有健康出问题 我们通常是 怎么样去看待的 上班课说 还没有简单 不用祷告了 very common 这在Panadol 两三天了 还没有退哦 怎么办呢 是不是Dengue 然后去test suspect Dengue 再来看啊 到最后才来喊 主耶稣基督 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 我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中过Dengue两次 我中过Dengue五次 所以 Who can break our record 哈哈哈哈 我跟我妈曾经在 啊什么 Lucky work 我拿着那个 吊水过去 找我妈妈 坐在那边跟她聊天 那时候 我住在三位 因为Construction的关系 那边是黑区 我们一起种Dengue 然后她先进过才到我 我一开始以为说 哎应该不会啦 还好普通商务客 所以 怎么发烧不会退 我到那 第一步 我才拿着那个吊水 需要妈妈那边 我跟她祷告 一起祷告 然后帮我们一起祷告 看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然后她先出院后才到我 因为我比较迟进去 到底有多不行 我们才会喊耶稣 怎样救我 你要耶稣讲救你 你喊了咯 你喊了咯 你喊耶稣讲救你 你有自己的list吗 好 This is the job aid kindly follow Best regard Best regard 然后Anthony 然后耶稣 这个是job aid 请你这样子来帮我 怎样救 我们每次喊救我 也说你来帮我 但其实她有没有帮到你 有另外一个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她帮你的方式 不是你要的job aid 看你follow的SOP 没有跟SOP救你 你buy嘛 这样子的帮助你 你buy in 你同意这个方法嘛 你同意耶稣基督 这样子来救你 那这个 今天的这个 讲章其实比较短 但是可以给你想 蛮久的时间 第一个到底有多不行 你才会喊 那要怎样救 怎样救你 你才同意 这样的救法 不是你要的 No You are not helping me Jesus I want this way 我心里也会有这样子 上帝讲过 这个 奇怪啦 耶稣 这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要这样的方法来帮我 我觉得很辛苦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不可以 我直接留我 顺利的这样 就去到我要去的Path就好啦 为什么每次做工 都一定要先精力OT到不行 才能够慢慢的stabilize 我可以慢慢来吗 常常会这样子跟耶稣讲 忘记 记得反应是忘记 今天讲比较快 我们是怎样 什么情况之下 会忘记耶稣 得意的时候 得意的时候 第一个 因为我的问题解决了 你就go to my table 因为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常常在最开心的时候 就往往会不小心 或是不经意 忘记了神 赚够钱了 ok 今天 no worry on finance 找到partner了 ok checklist 最人生中最大的checklist ok ok no science always 看不到人了 哦 有哦 Oops no science always 看不到人了 Oops no science always 看不到他了 就不知道去到哪里了 我获得很幸福快乐 因为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每天祷告就是希望 我可以有一个partner 可以跟我属了中益的对象 啊今天他出现了 我很开心 我的问题解决了 next subject sorry I cannot make it today Can you find a place for me 啊 那第一个 我不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我 我忘记了 因为我都不知道他可以怎样帮我 我有祷告他耶稣请你帮助我 但我不知道他可以怎样帮我 他可以有带着无奈 有没有option的时候 我想不到他可以怎样帮我 我不想耶稣管太多我的事情 看着我笑 是在讲你吗 哈哈哈哈 我不想耶稣管太多我的事情 哎是 你以为啊 你内心那把声音没有喊出来 你曾经有没太想过 耶稣跟你讲 你要耶稣可能跟你讲 你的对象是他 我不要啦 你不要管太多我的事啊 我自己选 这边工作 是这个了啦 然后不要很远啊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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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叫我去国外做传道 我不要我不要 你不要管太多我的事 我选这边就好 这边就好 然后愿大家 不要管太多我的事 今天有多少个人拿来 3A service 很厚励的 很充满 我很开心 我拜一到拜五 或是拜一到拜六 那个笔记一样就出来了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开玩笑 但是 哦 Isaac OK 好 就是 不要管太多我的事 其实不要管太多 我不是那个你直接跟耶稣讲 耶稣 不要理我 你给我的空间 不是 你只要转个身 不看他 就是不要他管你太多的事 很简单 你不要祷告 你减少祷告 然后决定你自己做 这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 没有太多 他管我 你自己的 不用开口讲 有时候这句话 你讲不出 谁敢讲 你敢跟耶稣讲 耶稣你不要管我太多了 谁敢讲 但是行为上已经行了 我和耶稣没有很熟 而我觉得这样OK OK I'm not really close with Jesus I'm not really close with Jesus and I like to eat it that way 你懂吗 因为 当 太熟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的就是 枕杂 就会出现struggle 你跟耶稣之间的conflict 然后 挣扎出现久一点 会延伸 延伸成什么 shame 就是内疚 guilty 所以 你知道这样耶稣不喜欢的 然后你就在struggle 你知道这样子放纵 耶稣不会喜悦的 但是我就是不能当耶稣 你能不能 can we keep some distance between us 就没有很熟 好像假设我跟Dave 好像不是知道太多关于我感情的东西 你为什么跟你讲太多 你就是try fellowship 讲教会的struggle 领袖的东西 服事的东西 这个这样的关系 OK 耶稣就是这个 感情工作了 不要讲太多 只讲教会 我们半个礼拜进来 就讲教会的事 外面都不讲 OK 就是这样 I will let you keep it that way 是真的是这样吗 那问题很车裸 最后一个 因为记得耶稣很痛苦啊 记得耶稣很痛苦啊 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什么 但是我不想 我记得耶稣教导过什么 要爱人如己 要爱我的灵蛇 可是我看到那个人的脸啊 我就是不行 爱自己的灵蛇 爱人如己啊 戒命上没有哪一条大过这两条啊 我不行 我看到他 我就是不行 他每天这样子来害我 这样子来back step我 我就是不行 因为记得耶稣很痛苦啊 要爱你的灵 爱你的灵居 要爱你的 enemy 要这样包容 这样赦美 饶恕我们罪 如同我们饶恕别人的罪 要记得他走过的路 很难啊 被他的十字架更难啊 要记得耶稣是很痛苦啊 为什么 因为耶稣一生 本来就不简单 你看耶稣走过的路 你看那十四苦途我们 上两个礼拜 说万劫的时候 都过 就是种种这些 事情 让我们忘记 忘记 这个忘记可以是 conscious 或者是unconscious 我们要去想 这几个问题哦 你要拍照也可以 回去做 然后祷告的时候啊 去明修的时候 我们去想一下 我也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我大学可以一个same 只去过教会两三次 一个same 我不知道去哪里的呢 去新加坡 我们在JP读书嘛 不行要播 我回家 找我的ex 对啊 因为记得很辛苦 你看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不知道他可以怎样帮我 我也不想他管我太热的事 我跟他愿意很熟 我也不想太过熟 太熟 我觉得很辛苦 是很彻裸裸的 你跟耶稣的关系 其实是很彻裸裸的 你只是看一下哦 回到家哦 你什么人都不要看 你什么歌都不要开 你只是躺在床上 你跟耶稣讲话 你看那个时候 你可以多坦白 你可以有多坦白跟神讲话 你不要 有不用formal的 你不用什么structure 也不用什么形式 不需要我们在天上的佛 不用不用 你跟他聊天的祷告 你是要聊天的祷告 你可以跟他多坦白 那个时候 你就会看见 你跟耶稣的关系在哪里 不用formal 不用开歌 你不用开歌来帮助你 因为开歌的话 你就以为啊 i'm holy 看起来很圣灵错 不要 所以安静的那个时候 你跟神讲话 你讲得了多少 我struggle五分钟 我就想得出哦 神啊我想要有一个男朋友 struggle了五分钟 我就讲不出来 不敢讲 会的不只是这样啊 还有很多啊 还有什么东西你很想讲 我希望可以永远 跟他在一起啦 还是 什么啊 那个时候是最关键的 平时你灵修祷告哦 如果有其他人在你会怕怕 你觉得怕给他听不到 那没有今天 只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跟耶稣讲什么 工作上的东西 你可以讲什么 我一次在我们team lead meeting的时候啊 有一个也是局图的team leader 他爸爸是传道人 我不知道忘记他是哪一天照会的 然后他就有一次sharing 我们就是team lead的那种engagement 你知道比如说我公司呢 他喜欢讲很多这些 比较human touch的这种 topic 肚定要讲什么 他讲他有struggle过一阵子 后来他祷告他 他就会碰到说 I just need to do my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跟我听了过后 我就是这样的expression 过后 问号 问号 什么叫 I just need to do my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to certain point 我agreed 但大多数对我来讲 我个人总是不同意这情况 什么叫做 God will do the rest for me 就是说 你跟耶稣是分开的个体 你的角色掌控权和部分比较多 还有 所以我的神是做 但来来 and extra and God will only do the remaining parts of it 这个 我不是要很extreme的去那一个site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很comfortable 这个我ok 我可以同意 但你的那个mindset很重要 一次我也跟过一个地球谈过 我讲说 你通常是什么时候你才会祷告的 当你有觉得说 I just need to do my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就是说 我先做了最好的 不行了 OK 主啊 帮我 或者是说 你是讲看待最后那一个 哇 我的神只能做到哪一哪一 so I just need to do my best how best is your best 你自己的最好是 到底是有多最好 这个你要去想 这个你要去想 为什么 因为 Easonit也觉得说 你今天 如果你觉得你今天 整个生命的部分 都是神在看顾你 都是神 眷顾 然后给了你这一切的礼物 恩赐跟财富 家庭 关系 那你的 best 那你的 best 是来自于哪里啊 你的 best 也是来自于耶稣 那为什么要等到 那个时候才来说 God will do the rest for me 那为什么 why not do it together 好 好 我们看《撒摩尔记》十七章 大卫大战那个非力士人 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 主流学很喜欢听 啪 我就死了 对啊 我们看那个 大卫就跟那个扫罗讲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力士人的手 草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他什么都没有穿啊 他也穿不到啊 太小字了 有知道这个故事吗 那个大卫大战那个非力士人 他只是拿着那个 那个弓弦 把那石头 五粒圆花的石头 那竹 丢上去 中那个头 然后那个非力士人直接倒 我那点冰 看到哇 可以冰了 他什么都没有啊 他没有讲说 耶稣 我给你讲啊 等一下我去是不是 我尽量带多点刀 我带多点剑 我狂射他 OK 接下来你 麻烦你 你帮我可以准一点 你帮我可以射准一点 OK 这样 不是 我必与我同在 什么叫 why not do it together with him together 一起啊 一起啊 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一个 那个见证 那我讲完结果再跟大家讲 我下一句 然后非力士人笑他 你来对我 然后讲大卫对非力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你的靠山很银的 你知不知道啊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靠山其实很银的啊 他不是在后面 他是围绕这里的 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主也必围绕你 我们的靠山很银的啊 不用等到last minute才喊他的 任何时候 然后我常常以前 以前在主日学的时候 我的传道跟我讲过 没有一件事情是小到耶稣不要管 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大到耶稣不能管 我管不了 真的 然后那时候以前的那个见证就是 那我去interview分工 我说真的很紧张 我没有办法睡 因为那个对我非常太重要 那个时候的我是破釜沉舟的strategy 就是敢敢去买一件物质 然后工钱还没有到那边的 然后那屋子要挤好了 那个waking of session 要来了 可以拿屋子了 然后instagram就直接付了 我工钱还没有到哦 怎么办啊 就洗粥洗饭 就看这一次的那个promotion interview 我准备了一个月 就为了那个assassion 准备了一个月 然后前一天晚上还不能睡着 第二天四点多才可以睡 然后第二天我是第一个 然后那时候下雨整个人 弯弯弯弯弯这样 然后生病这样 然后十一点之后 做我的interview 我十点半住在interview room的门口外 没有祷告 我就跟神讲说 我不知道我从那里想到这样子的东西了 你听了会觉得很恐怖的 我曾经讲过就是 等一下我们进到房间有四张椅子 两个interviewer跟我一个 麻烦你坐其中一张椅子 哇 如果这时候第二个人听到 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蛤 那个是谁 第四张椅子有人坐着 等一下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上次里面有讲 所以从新一天的主日同伴 我们不会在三点的时候做主导文 什么是 什么是 哦哦 你在给我看那个汉语听是吗 吉 第三诗 哦 第三诗 OK 同吉 谢谢你 很好 很多帮助者 啊 就那个时候我就祷告我跟神讲说 我跟耶稣讲耶稣啊 等一下我进去我又很紧张 你可以坐在我隔壁吧 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interview 而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坐着吧 就两个对着我 问问题问问题 我有时候回答问题 他一问完过后 我一转过去看一下 再回答 回答回答 就回头来 我对他们回答 他觉得creepy 但是那时候我的信心是这样子的 我是 就是我不会觉得说那一场interview是 I do my best 说耶稣你去给他心情好 你给他在calibrate的时候选我 不是 我会 我会讲说我们一起做这个东西可以吗 耶稣 我就说看 看一下回答 看一下回答 那没有时常看啊 那很奇怪嘛 但是就是你心里会知道有一个人坐在你的隔壁 然后他跟你一起面对这场interview 我 我 很多时候我最重要的来源啊 我们每一件事情突然间觉得很充满 很有力量的时候 心里有了那个盼望 我 如果姑且抛开宗教不讲 一个人不可以对生命失去盼望吗 一个人对他的生命失去人信念盼望还是什么 他整个东西就快要垮了 带回基督进来讲 耶稣就是给我们盼望的人 三天共复活 这么美好的见证 这么美好的战胜死亡 就是为世界带来盼望 交托 你不是一个人 交托 给你方向 这个就是struggling 你要的方向 跟他带你去的方向 力量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he could give us is 来猜 love 还有吗 最重要的来源 我公开答案 你们全部会冲上来打我了 真的 不要讲啊 那个PA看到了不要讲 我公开答案 全部会冲上来打我了 来讲一下 好 听到love 有吗 有什么想法 还有公开答案 我先跑出去一下 surprise 对啊 耶稣基督很多时候 就是给你surprise 你从来都不会想到 他要怎样对你 你从来都不会想到 他会怎样为你预备 觉得你的那个Avokado 是不是surprise 是 我想一个例子 我就想到他的Avokado 也是一个surprise never think of that suddenly一个Avokado出现 他这样几岁啊 哦换备了 换备了 换备了 就会进化的哦 surprise 惊喜 惊喜是什么啊 就是never expect 或者是你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耶稣会这样子对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个surprise 哎 去年去杭州的时候 那个surprise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去杭州 突然间有一个祝福进来 哇 surprise 去以色列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的人生中 会去以色列 想都没有想过 我信主 哦 四岁又信主啊 我就只要以色列 以色列唱歌唱歌唱歌 以色列是来 好像外国人的地方 我不会去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去以色列 surprise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进 我会进我的公司 啊 露营 我还是觉得 我后来想看 他还是不要讲 好多的公司 那大家懂就好 我从来没有想过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子的生活 从来没有想过 会来到GSK 啊 从来没有想过 有想过 好啊 就在卫理工会 在社工会 到老里 回天觉 就这样好啦 从来没有想过 surprise 你人生中有多少个surprise 是你不喜欢 和你喜欢的 不喜欢的surprise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样东西 啊 神是不是要给我 几个不同的surprise 我才可以去到 他要我去的国度 然后岳伯啊 岳伯死了多少个家人 他的财产 他的疾病 他还是愿意这样子 来投靠耶稣基督 最后耶稣给他的是什么 摩西 圣经很多人 我们可以读 真的很多人可以读 再回到 去到总结之前 有一样东西我想提醒大家 可能这句话对大家 不会陌生 我们常常在讲说 当我们试着跟耶稣 坦白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辛苦 觉得很挣扎 不知道要不要讲 讲了过后又不知道要怎样 有样东西哦 呃 我自己曾经也提议过 就是 我们去 呃 Pasicary的时候 有提醒过的一句话 讲说 shame can never survive if you are able to talk about it shame cannot survive if you are able to talk about it 就是说 当你能够很勇敢的 把你的shame讲出来 就是你心里的那一个 现中的那种反应 羞困羞 羞恥 或者是一些 你觉得很内疚啊 很黑暗的东西 其实上 你讲出来上帝不会杀掉你的 只像你 讲出来的那个动作是 你 其实你没有发现到 当你敢把这句话 再祷告到时候 讲出来 其实你是在讲给你自己听 我们常常讲 不要讲啊 神知道了 I think you know 不要再讲 但是其实你敢敢讲出来的时候啊 其实那是你在讲给你自己听 就是你真的去面对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shame就已经死了 你接下来要面对的 就是怎样去 克制这个东西 怎样去面对这个东西 你那个时候已经会很 会很 基本上是relief了一半 人家讲说 踏出第一步 就是成功了一半嘛 就是那个第一步 我们回到主题喔 基斯的时候 remember me 耶稣要跟你讲说 孩子啊 请你记得我 请你记得我 我们每一个礼拜做的圣餐 为的是要纪念神 我们每一天的祷告 我们每一天的灵修 是为了要记得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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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这一位这么给我们的靠山 一直以为他在 不需要等到没有路了 才来教导 看到吗 对不起 其实是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集里面 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罢 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应许 我不要再讲约翰 不要再讲约翰福音 十张十节 那个人会背 你看出现那里 就不知道是什么 去找 没有了 那个没有 那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下 从今以后 我们每个星期三 我们都不会 每个星期三 每个星期三 每个星期天的三点 我们不会做呢 主导文 OK 除非讲员要求 我们就一起做 OK 我们发现到 其实我坦白讲 是蛮 会蛮distract到一些 感觉回不来 那平时的日子 拜到拜祿 我们都可以做好 上帝的应许已经 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 你有没有记得 是一回事 有没有记得 有没有跟他讲 是一回事 真的 我们再做一个 最后一个example 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 或是中学的时候 我会跑 四成 四成一百 Embad Garlins Lactos 所以你的 我们去想一想 这个Embad Garlins Lactos 是 你跑三条 三个人 走最后一条给耶稣跑 还是你跑三条 又95m 最后5m 我不行啊 耶稣你帮我跑完它 这个人生中的接地赛 或是你自己 有这条路 你要怎样去记得耶稣 就看你了 那我们可以批刺 我们可以提醒大家 怎么样 依靠耶稣 怎么样 记得耶稣 我们常常 会想到耶稣 记得我们 那我们也会记得耶稣 我们一起来打 我们一起来打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 我们个人对神的回应 然后继续地闭着我们的眼睛 现在的你 你记得耶稣什么 你记得祂的什么 你记得祂和你一起面对的什么 你记得祂曾经为了你做了些什么 你可以在你的位置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美 把这些事情 像耶稣说 耶稣我记得你 你带我来到教会 耶稣我记得你 你让我回到了一份工作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美 各自可以开心 我看你 祈祷主耶稣基督 我记得祢 我记得祢 我记得祢在我绝望的时候 祢让我看见光明 我记得祢 在没有人要我的时候 祢数回了我 我记得祢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和祢祷告 我记得祢耶稣 在好多年前 我第一次认识了祢 我记得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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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没有办法面对的羞耻 我所没有办法面对的黑暗 祢用光来照耀 祢祢 祢能够用勇气 向祢坦白 来照顾给祢 祢 祢 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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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